還有哪一些功能,移除重複,資料驗證這個是做下拉清單的 比如說你要做下拉清單,這邊可以用資料驗證 或者是合併會算等等的群組,不過這些比較少用 但如果用到你就要會用,還有篩選這個非常重要,篩選你會找資料 這個篩選其實就是可以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可以透過篩選 基本上你就可以在Excel建立很多的查詢系統 比如你要輸入關鍵字,自動把你要的資料提取出來 或者快速自動建立你對應的工作表 篩選就夠了 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VBA就OK了 至於細節,我想還是按部就班 如果你對於篩選,像排序這些功能不熟悉的話 可以花一點時間在了解 甚至它還有什麼 可以從SS資料庫 就外部的 或者從WEB就是從網路,其實網路爬蟲你也可以用這個功能 如果有些功能不會,你可以錄製去期 當然這個我想因為延伸性太大了,所以請各位自己有時間再去了解 OK 然後最後我們就把剛剛的動作 把它錄製下 1,油標放這邊 2,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再來就是做資料剖析 然後剖析的話記得 固定寬度下一步 然後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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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這要點準 你看我點 如果你點不準的話,可能就是你有退化的現象 OK 真的喔,這要練 可能因為我們每天 用滑鼠的機率太高了 所以這蠻準的 OK 這個不會錄 不會錄 OK 不會錄 好 再來就 這個地方 把它 放到這裡 然後就按完成 取代一下 OK 再來就是清除 就是油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右 記得這個快速鍵要去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那我就把這些全部都錄製了 會變成兩個按鈕 按鈕因為前面做過 所以我的demo OK 點一下 有沒有 取 您要取代嗎 是就過來 清除 清掉 OK 那 理論上這樣應該已經OK啦 不過就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按下它 然後他就說 老師這很麻煩 這東西其實很暗眼 雖然不影響 但是 如果可以讓它不出現的話 那 會更好 對不對 所以特別錄製劇集完 它就只能這樣子 因為 它沒有辦法改變 除非 你看得懂劇集裡面寫什麼 然後呢 你去改變它 因為 錄下來劇集其實就是VBA啦 那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 但是問題你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可以讓它變成 你有些功能不要 像這個不要 那你可以把它去掉 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我其實在雲端上我有補充 這個東西不要 做法 很簡單 首先第一個 你必須怎麼樣 直接到開發人員 裡面的劇集 就錄下 資料剖析編輯它 它就跳出來在這裡 其實就是 游標放B2 有沒有 然後呢 其實註解自己寫一下 游標放B2 這個就是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OK 這一行 然後這底下這個應該 實際上就是什麼 做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其實 基本上 它的方法名稱 就是叫什麼 Test to Colors Colors 就是藍嘛 Colors就藍 OK 然後呢 它這邊有好幾個參數 不過 我們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我如果不希望 什麼呢 剛剛那個東西跳出來 就是剛剛按下它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實際上呢 你可以用推理的 因為呢 我剛剛講的物件 誒 物件的話基本上就控制那個 Excel裡面 最基本的那一個元素 其實呢 管理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由Excel去管理 Excel的物件名稱就叫Application 這個東西呢 叫做Alone 顯示它就是DisplaceAlone 所以它有個開關 要不要 跳出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 我假設要把它關閉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在 這個Sub的 下方開頭的地方 選擇把那個Alone關掉 然後記得喔 你關了之後在EndSub 記得要再把它打開 不然的話 你把它關掉了以後 Alone都不出現了 所以任何以後別的地方 就不會跳出 一些相關訊息 出來 所以要怎麼開怎麼關 好首先的話在這邊 把它關掉 那我剛剛講過 關的話呢 是由誰去管理呢 由Excel 那Excel裡面喔 在 VBA它的物件名 它的物件名稱叫Application 就App App Application 這個單字就應用成 實際上就是App的縮寫 其實在這邊指的就是Excel OKExcel就是Application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當然如果說喔 你要確定在Application單字沒有拼錯的話 你點下去這個清單會出現 那這個清單裡面一樣喔 綠色的就是方法 做什麼 那一隻手拿來的叫做屬性 所以屬性跟方法 物件嘛 屬性跟方法 所以不用想太多 物件就是屬性跟方法 兩個成員都對 沒有別的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開關 要不要顯示 那個Alone 所以喔 不過英文的嘛 顯示的話什麼 Displace 對不對 所以你打一個D I 所以你大概打一個DI S DIS 你還沒打完喔 其實呢 他大概就會跳出 這個 相關的屬性出來 那其實我本來不知道 能不能怎麼用 但是我用推理的 他有沒有這個功能 好像有 我用拆的 所以我看一下裡面 好像有一個Display alone 有嫌疑可能就他了 我就試試看 如果是OK 那就表示對 那如果是不對 那本來沒關係 再找就好了 好 我試試看 Display alone 我不用打 我大概打點兩下 就可以了 那 如果他裡面的設定 就是說 開關嘛 所以你等號 他會自動跳出 開跟關 開就True True的話 就是1 False就0 那我要關 所以把它關掉 False 記得喔 你這樣已經寫好OK了 不過我建議是 在最後一行 有沒有 這個底下這邊 記得要把它再打開 不然的話 被你關掉了 那等之後呢 以後別的地方 就都不跳了 那可能會有一些狀況發生 所以 一般習慣是 這邊如果False掉 這邊記得 結束的地方就把它打開 ㄟ 這樣應該就OK了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成功 有沒有 所以我這邊順便講一下 物件 這個是Excel 他有個設定 叫做Diskless Learn 把它關閉 那就是那個東西喔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 試一下會不會OK 如果OK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下課了 差不多了 今天在講的份量也差不多了 不過我建議啦 回去還是要多練習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說 講白了 這是熟悉嘛 OK 熟悉用在工作上 你效率比較 比人家快就對了 OK 試一下剛剛會跳那個東西現在會不會跳 按下它 不見了 是不是錯覺了 再按一下 不見了 所以剛剛那個東西 如果要讓它不顯示 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Dispressive Learn 把它等於False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 以後如果你錄製聚集 假如說錄製完之後 如果你要讓那個聚集 它能夠更符合你的需求的話 那你要接下來 要懂得 把你VBA學的東西 再跟聚集 把它結合在一起 二合為一的話 那可以變出更多東西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錄製聚集 並且 把那個Learn給關閉 這個部分好像雲端上也有 這個 關閉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基本上今天的話 就是先講到 這個第一個單元 那下一個禮拜開始的話 我們可能要 再往前推進 所以 下個禮拜開始的話 我們就要再 看邏輯 邏輯函數部分 所以下一次我們就要來講 邏輯函數部分 然後 會在 裡面在 增加 表單的設計部分 因為邏輯裡面可能可以增加 我們也許再教各位怎麼樣 在做表單設計 的部分 所以回去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參考一下 邏輯函數 相關的 參考資料 除了說有錄影片之外 雲端白板裡面也會有對應的答案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 個別性的講義 把它拆成 在雲端上面 OK OK 那今天 時間也差不多 所以如果 這部 試著記得 存檔的時候 他會問你 試和佛 記得一定要按佛 否則你存檔存錯 那你的VBA 也就 全部消失了 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好 好